愿主在他忠心的儿女生命当中 得到他的荣耀 来彰显他的全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愿这一个探索基督教的 系列的课程 人是我们当中一些 悟到的朋友 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有一些人 在这里房间里面 也许是大多数人 我们正是因为认识这一位主 我们的生命被翻转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接下来邀请 成都秋雨深夜教会的 唐海州弟兄 来分享他信主的见证 和他生命的见证 有请海州弟兄 好的影响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 和今天 今天我在房间来 听福音的朋友们平安 大家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唐海州 是一个黑龙江人 对我是 对我介绍就是 我是东北农村 长大的一个一个人 就是八岁之前 家里还是挺好的 然后后来八岁之后 我妈就是得了肝癌 然后家里就条件就越来越差 那三年之后 我妈就病逝了 那个时候 那小小小年纪的时候 就 其实对死亡 原来也是看到过 别人家的这种 办这种丧事啊 也叫白事嘛 就是在东北来讲 别人家发生这个事情 其实触动不大 但是你发生自己身边的时候 看见至亲的人去世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的 就不太好接受 但是 毕竟年纪还是不是很大 就是更神的想法也没有 只是那 就更多的来 在那个 少年的时候 就经历着很多 就是因为 给我妈看病嘛 就是 本来农村家庭嘛 就不会有很富裕的家庭条件 然后再给我妈看病 就负债了 而且 就是家里还有两个哥哥 就过得就非常的困难嘛 就是那些年 就是挺恼火的 就是私生话来讲 但是就是我生命中 可以说我第一个听闻福音 那就是在这个困苦的时候 其实正常的 就是中国人的这种 你条件很差的话 就很少有人来登门嘛 但是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亲人出现了 就是我的姑妈 姑妈 她是镇里的嘛 因为我姑父是镇委 真是镇长那种 她的家庭条件挺好 但是不是因为她条件好 她过来帮助 因为我姑妈是基督徒 她带我在 在我妈过世的第三年 第二年 这样到镇里 我们小镇上 我姑妈就是 就照顾我们一两年 然后这一两年期间呢 她就带我去过镇上的教会 当时 那个教派我也不清楚哈 就是摆着一排一排的长条凳 那种 大家聚会的时候 都是一直是跪着祷告 就是唱诗的时候会站起来 那他们组成的人员的 都基本上是年纪比较大的 女性居多 这叫大娘鞋 东北大娘鞋 就是这一群人 在我十二三岁 那个时候给我留下印象 就是他们特别的 特别的喜乐 特别的那种 感觉跟外面的人不一样 就不是一个 就不就是 好像不是一个星球的人一样 他们也有在生活中有一些苦痛啊 但是最后都是以喜乐收场 大家可以互相的在一起 当时我知道 他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叫做祷告嘛 但是也不知道 不懂为什么 只是感觉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有一个看不见的一种力量啊 但是不懂 反正直到跟他们在一起 很舒服 离开那个环境的话 就感觉心得是烦躁 就是跟我姑妈 有那么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呢 也就是短短的呢 一年两年 去过那几次而已 在之后呢 就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 所以我就 跟另外两个都是一样的 都只读了初中 我们三个成绩都比较好 但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读到初中 我爸爸也是尽力了 但是呢 就是 自己嘛 其实还是 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 是矛盾的 因为有一种自私的心理 就一方面呢 是承认我父亲 他的 他的 你看他对我妈妈那种负责啊 就是 去借债啊 就是来给我妈肯定 最后是没有 没有留住他的生命 但是他也是人之一进了嘛 就是进他最大的力量 这个我们之前都很感恩的 但是发现我自己这种学业 不能继续的时候 我想到的就是自己 就觉得这个父亲 就不够负责 甚至 其实他 我相信他有能力的话 是肯定会来 让我继续完成学业 因为当时我是在我们那个学校 初中那个 班级里基本上是 前三名 就是重点高中也是考上了的 但是 在教学费等待他的时候 他一直在 靠近俄罗斯那边的一个小的地方 去淘金嘛 真正去淘金工人嘛那种 就没有及时的回来 给他写信啊发电报啊 也是没有婚姻的 然后我就在家 等到同学们都去报道 去高中报道 也没把他等回来 后来又过了一个月 我就自己就 离开了嘛 然后就去外边 闯世界了 就带着那种恨嘛 就是觉得不负责 这种矛盾 这种自私的那种心理 这个 也慢慢就把福音这个事情 就忘记了 就人越来越大了 就是把自己 心中就填满了这些 各样的东西 你想追求很多的东西 发现自己 你又通过这个 因为很小的时候读书就 我就记得那句话 叫什么书中自有言如语 诗书中自有黄金屋 就是 都是为了利 其实学习也不是为了兴趣 当然学习好也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你学习的不好 没有人看见你 就是我们做的一切事情 其实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 都是为了让别人注意 那到社会上 怎么能让别人注意 那想去争取这些功名利路 什么的 那 刚开始我是不会的 刚开始是带着怨恨的 所以说出去的话 是不会与人打交道的 也不会说话 就想怎么成功了 然后就 不说万人敬仰 反正就是让人尊重 让人看得起 就是那种心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照片里边的我曾经 其实就没有什么喜乐 一直就是那种 别人说你总在想什么事情 你可能在算计谁谁谁 其实我没有算计一切 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哪里谁也不能给安全感 但是我还要拼命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去想去抓到这个 能让我产生安全感的东西 那从亲情这里就找不到 也是我自己隔绝的这个情景 其实我爸 后来我是跟他有道歉 就是没有信主之前 我就给道歉 但是呢 那个时候道歉呢 是发现自己在外面生活不容易 也是同理心想到 就是我说 他曾经做那些事情 另外他养了三个儿子 我说比我们还不容易 就是理解他的不容易 所以就说服自己来原谅他 在信主之前 因为也喜欢在别人面前讲 我是一个好人 其实这也是 获得别人认同的一种方式 就是没事讲 你看给我爸打电话了 我要给他寄钱了 其实这些动作在信主之前 我也都在做 但是呢 有的时候像过年过节的时候 就有过几次 给我爸喝着酒 之后就会给他 数出来他曾经对我的这个 那个没尽到义务的事情 其实也让老人家很伤心 那后来是怎么让我又重新找到教 又回到教会来寻求信仰的呢 就是 是我第二个女朋友 我们在浙江做批发水果 这个第二个女朋友的也是 自己觉得到年龄了 就是为了爱情 为了这个结婚而结婚 其实 然后结婚之后呢 又不满意 自己做 一起做生意呢 我们做的生意 做水果批发 其实大家 这里可能也有做过这个 这个食品方面这种生意的 就是赚了一些黑心钱吧 还是 因为 市面上看的所见的那些水果 就是越新鲜的 都是 基本上都是经过这个 什么药水浸泡啊 或者是硫磺熏啊 或者各种的话题的东西来处理 其实当时心里也很挣扎 可以不这么做吗 就是我们 因为这个事情 我也是感谢神 也放在我的心里 有一点那种良知嘛 就是觉得这么做 也是不好的 但是 我们 也因为这个争吵过很多次 那这个生意呢 也是因为我这个女朋友 她 她的家族都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们一起干这个事情 然后她说我抓的夹清高 她说这个水果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要这么做 是 而是零售商过来拿货的时候 他要求你就这么做 所以我看到 就是 这种 生活当中 你就看到这个人 人的心啊 就是你 都是这种互害的这种样子 我说我不做 她说你不做 有的是人做 就是我之前的女朋友讲 然后 还有各个方面性格上的不同啊 最后我们也就分手了 然后也就 就在感情上 也就这样子 就觉得 就是 最后呢 其实我是很 我很想有这种关系的 但是就是 又走不近 又不会去处理这种关系 所以 就是 在这个 在16年来成都之前 就从小到16年 这20多年 其实无数次想过 这种结束自己的生命就算了 实在不知道 活着有什么意义 就是特别的痛苦 然后 我就想起教会 来到教会之后的 听到弟兄姊妹啊 还有就是 牧师和长老嘛 还有 传道人们在讲道的时候 就分享一句话 就是人的尽头 就是 神的开头 我现在对这句话呢 确实就感受特别深 像以前 别人说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他们还 说就是没有办法的人 才去信主 然后我当时还狡辩啊 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信主 都是挺好的 不是你们说的那种 什么无用的 怎么怎么样 就后来来教会之后 发现讲道的 就是跟他们外人说 是 是没有办法 你才会来信主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的话 你很难来寻求 那又说 来到教会之后 其实真正建立信仰的 一开始 原来只是说 在 在最后要决定 就是 回到成都 看一下我哥 之后 我说再找个地方 我就自杀了 在16年 来成都的时候 后来想起我姑妈 就是人 人快不行了 是感觉 想起我姑妈 我姑妈 我就想起 他其实发生 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他的儿子 重庆大学毕业 然后回到 要准备分到 哈尔滨交通厅的时候 马上就就职了 去海边玩的时候 被淹死了 这种事情发生 他的家 还有 我姑妈 我姐也是因为 一些事情 也精神 精神病 他家里发生 很多事情 我就想到 他说信主 他因为这些事情 都没有把他记到 他还能安慰很多人 传了福音给很多的人 而且他传福音 给我这二十多年 虽然联系 没有那么频繁 但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他都 给我传递的那种 力量 和那种喜乐 和那种盼望 让我看到 除了这个地上 我们眼睛能看到 和心里能所想的之外 还有一种 能确实安慰到 我们的一个 存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说是他相信的 那位神 然后后来 我就在成都来寻求 他说你要去 就去家庭教会 我当时就搜 家庭教会 但是我当时 也不会翻墙 就看到了 只有邱宇之福教会 而且一看 全是负面的 就是这个教会 曾经跟政府打官司 因为政府的 怎么怎么样 也有说 这个教会 它是邪教 而是各种的 有说法 当时 我虽然没有 以前没有翻过墙 但是我知道 中国这个社会 是很多的 这种不公平的 也看到过 也听到过 也自己干过 一些坏事情 也知道他们 跟着那些工商 我们以前做生意的时候 打交道的时候 跟警察呀 我们也都打过交道 以前 也 进去 也 因为大家 也被抓进去过 对 所以 感觉 给政府来 调板的 我觉得是有脾气的 另外它确实 确实或许是对的 我会 我会就愿意去相信 这个 这种也是神的带领 就不会翻墙的时候 我都有这种想法 然后我就要 来教会寻求 但是呢 看到那个新闻 是十年前了 我以为这个教会 应该不存在了 所以第一时间 我是没有来求以知福的 我看到新闻是08年的 发生的事情 在户外敬拜嘛 就是求以知福教会 被这个取缔啊 就之前就说 被取缔的事情 是通过另外一个 外地教会的一个姊妹 在我在恩光堂 那转悠 在一个三字教会 在成都的一个 三字教会那里 转悠 因为我也找不到 其他地方 就 经常会在主日出现了 一个三字教会 然后有个姊妹说 你是新主的 我说我是在了解 他说那你了解 去求以知福啊 那里能听到 传讲神的话语 那是真的教会 所以当天我就随时 马上跟他去了 求以知福 他带我去 我们在网上那个地址 就搜到江信大厦 当时接待我的 是成章纯传道 然后后来还见过 苏炳森长老 对 当时简单的交通之后 就是过了 他们喊我 就是下个主日来参加 我就非常高兴的 就来参加 然后了解过几次之后 就 报了福音班 就来继续了解 其实在 这了解的过程当中 我就认识到 我就感受到 神他 他很多时候 他的带领真的是很奇妙 就像我还没有 没有受洗之前 就有一些 因为要尾声小组嘛 我们我找了个 比较近的一个小组 汪君弟兄他们的小组 他们也是新成立的小组 然后其中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在吵架 在我们都有一点熟悉之后 有一点熟悉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次他们发生吵架 我们还不知道吵架 但是我在家里就读圣经 就读到了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就说的是我们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反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正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 是因为神 因为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就读到这个话的时候 就特别感动 就心里就觉得特别流泪 就就是有 就要流泪 就觉得我们凭什么 我们凭什么 他为我们的舍己 我们世人的爱 那必须是你知道我爱 我才会爱 而且爱到什么程度 也不至于要 自己的命都打上 就是另外我就觉得 人都没有那么好 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对人 很小的时候就不相信人 就是因为原生家庭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 因为自己的狭隘 因为父亲 我就写了 我就觉得没有负责的 谁对谁都是你可以 我就会怎么样 也是这种苦毒吧 就让我对人是没有安全感 然后读到这个经文 就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觉得真有一位神 这样的是真好 然后这个夫妻 他们吵架的时候 后来在我们群里面 说这个话 我就特别感动 我就冲过去到他们家去 打个低就到他家里去 就把这个经文告诉他们 因为我当时是木刀友 他们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木刀友很自信 就过来要跟我讲 我们都是信主了 我们吵架 轮轮到你这个木刀友 来跟我们来安慰 你才了解几句经文 就是我说这个神是真的呀 你们要 你们怎么还改变自己 就那个刚才是信主的时候 我发现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律法 包括到现在 我有很多时候 都是总是去看到人 包括刚来到教会的时候 也看到教会 我就说怎么有一些 行的也不是很好 有一些还抽烟呢 还要这样那样 还要说话也不是很文明 这个好像不是拔我们秋雨的底 不是啊 就是我会因为这些 去怀疑 或者说谁对我没有爱 你要给我讲 讲圣经 要关心我这关心我那 就是刚开始 走了很多这种弯路 因为 就是后来又看到了 2008年512的时候 和2008年的64 我们教会会为每年的 512来做纪念 和那个64要有纪念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教会有被抓过 被警察抓过几次 那个时候我 是吓到我了 我是也被警察抓过以前 但是因为自己闹事嘛 但是我觉得这 这么多人 弟兄姊妹被抓 是不是邪教啊 当时我也有 还看了一些的文章 网上的一些文章 我就退出去了 退出去在外边晃了 几周 但是 心里很不平安 我去了其他的地方 也找不到地方感觉 还去过 天主教堂 然后这期间 我们邪语之福教会 弟兄姊妹就有来问我 怎么样啊 然后找到我 要继续跟我聊啊 我就发现 神的带领啊 真的是特别的奇妙 那个时候就 让我不得不回来 我觉得不回来 邪语的话 我也没有什么 再寻求的意思了 我觉得就在哪里 也找不到 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就是 包括今天 让我来做信主见证 其实 上周就该我来分享 我也确实有点事情 确实有点事情 但是呢 也有很多自己的紧张 包括到现在 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都还是很紧张 其实我在想 自己为什么紧张呢 其实想在大家面前来 说的怎么好一点 漂亮一点 大家觉得 还是凸显出自己呢 就是 这几天我也都有在 认自己的罪 就是 我们为主做见证 真的是 为了荣耀神 他都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把 自己的儿子都 替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回改了机会 还有就是 昨天 书琼姊妹被 一家被那个 强行 窍门 然后 他们被带到派出所 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看到书琼姊妹在 派出所 一个人 那么平静 她受洗比我还要晚 晚两年 但是 看她住在她身上的 这个 恩典 的带领 真的是 特别感动我 这张照片呢 就是 户外定拜 2018年的 12月16号 就是12月29之后的 第二个礼拜 那天 我们去江青大厦 去我们教会的时候 外边有很多警察 然后我们就都没有进去 之后大家 弟兄姊妹们是 走着走着走 聚集到这个河边 然后后来又被带走 后来王军弟兄和双飞姊妹 他们也被带走 当时我和 另外几个弟兄 抱着他们的孩子 去派出所 以为这样可以把双飞 警察可以把双飞姊妹 放走 叫她回去照顾小孩 结果 我们全部都被 包括那个 王立卫 婴儿 也在派出所待了 暂时六个小时 当时是 就是看到 我们今天教会 就是虽然有这样的 一个逼迫一直在 但是 神堂还是保守 从08年 包括 包括我们教会成立 05年的时候 到现在都是一直 在经历逼迫 但是神还一直保守 十多年 而且神的福音 真的是不被 神的道真不是 不被捆绑 而且越来越多的 弟兄姊妹 从各个地方 加入到我们教会 这个是 丁舒奇传道 他结婚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 国保和警察 就是还把 他结婚的前一天 把他抓到了 然后不知道 今天能不能结成婚 这是我们几个弟兄 在给他们扎花 因为姊妹呢 还是有一些 不方便吧 还是有一些 担心吧 所以就我们几个弟兄 在这儿搞 给他布置的婚礼 特别的美好 印象加了 我就是比较激动 有很多说的 不知道怎么去讲 现在 就是想告诉大家 神是信实的 就是我用那个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结束我今天的 这个见证吧 就是他说 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真是 求主 亲自在 朋友们 来慕道的朋友们 心里动工 愿主来得着你们 感谢主 谢谢 乃州弟兄的 分享 我们 算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 诚实的看自己的话 我们 不过是败坏的 污秽的人 上帝却 愿意 亲自来寻找我们 他来得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国里 可能这两天 有一些弟兄姊妹 也可能通过网络 可以看到 我们教会的 书成姊妹 他们一家所经历的 实在是 非常无理的 邪恶的 非法的 暴力的对待 但是 感谢主 主在这个 风暴当中 保守他自己的儿女 是给他们喜乐 我不知道 书成姊妹 你现在 方便跟大家 有一点 有一点点分享吗 你跟大家说两句话吗 谢谢 我来了 我来了 不好意思 不是 那个 对 他们家里 他们在吃饭 是 在吃饭 对 你方便跟大家说两句吗 可以 可以 你看 我们家里还有很多人 谢谢 还有 对 好 分享一下 昨天经历的事情 是吧 对 分享一下 你的经历和收获 好 经历挺波折 收获也很大 我觉得 是 是这样的 昨天呢 就是说 我们几个 共学的孩子 忙在家里 在我们家 然后呢 他们 就是可能是 不知道是什么 收到消息了 然后就对 然后就就就就过来了 哎呀 我都 弟兄姐妹平安哈 我刚才刚从那边跑过来 对 嗯 然后他们就过来 然后就开始 呃敲门 然后我就看到 是警察 然后他们就说 快点开门 不开门 我们就要破门了 那我说那 那你们就破门吧 嗯 然后我就去安抚孩子们 我们就一起做了祷告 做了祷告呢 我就安抚了他们一下 我说你们 不用害怕嘛 嗯 然后他们就 就开始破门 啊 他们破门进来的时候呢 啊 也是感谢主 他们都是 孩子们都很安静 在那里 看书 对 然后他们进来就是 嗯 就是跟我家 那个先生 发生了冲突 就就 他们就开始 就很生气嘛 因为破门进来就很生气 就开始 呃骂人嘛 就是 那种 脾气就很不好 啊 然后 后来呢 他们就冲到里面去 呃 然后就进去盘问那些孩子 然后那些孩子 我就 当时我就去 我就去保护那些孩子们 呃 我就说 呃 我就说那个 呃 哦 不是见证会 是因为昨天 啊 经历了一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就是警察就是过来的 对 嗯 然后 呃 他们就 就去问那些孩子 我就说你 你不要去问他们嘛 我说他们 等他们的家长过来 他就说我是人贩子 他说你是人贩子 我说我 我说我是不是人贩子 你等他家长过来嘛 对 然后呃 前面大概就是 后来后来 我儿子就 就去 当时就说嘛 就说 我就说你们可以 不用回答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吗 我说你没有权利去盘问 未成年人吗 然后 然后那个 我儿子就说 哦 我我们就不 我们就不回答他啊 然后 然后他就 他就很生气 因为他 他见过我儿子 他就很生气 就把我儿子拎出去 就是把他摔在地板上 当时我就看他头上就摔出血了 啊 然后 我就 我就 我就冲过去 就护着我儿子的时候 他就 他就过来 把我也狠狠的 重重的摔在地板上 啊 然后就 当时就把下巴给摔 给摔破了嘛 啊 然后呢 他又用手铐 把我的手给铐起来 啊 然后就 对 然后就 确实 其实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 呃 有些 当时是有些怒气吧 呃 然后后来呢 呃 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就是 他把我给靠起来 然后我就只能在那里 呃 我读诗篇 我就大声地读诗篇 啊 读了十几篇 然后就祷告 嗯 对 我就祷告 当时 我就觉得像被圣灵充满了一样 我就大声地祷告 我就说 主要 我说我们曾经也是瞎眼的 我说嗯 求你怜悯他们 他们实在是瞎了眼 看不见你的 呃 荣耀 我说主啊 他们看不见 我说愿你让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 呃 在他们良心受到谴责的时候 他们虽然现在 呃 不能来呼求 但是愿你感动他们 让他们回家的时候 在家里 跪在地上来 呃 向你流泪祷告 呃 祈求你赦免他们 对 我就 然后就就这样 然后就就大声地祷告 他们很安静 没有人来打断我 呃 然后 之后就是 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他们就 我就我就我就说孩子们要吃饭嘛 然后就给他们准备午饭 我就叫他们把那个呃 就就叫别的弟兄姐妹 把那个呃 菜给热了以后就断出来 然后孩子们就也都很喜乐哈 我们在一起 我说你们看到吧 呃上帝就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言习 他们也都没说什么 然后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我就带他们一起唱了谢饭歌 呃做了祷告 呃 然后 我们 我也 我们祷告我们就说 呃我们就是一台戏嘛 我们就演给他们看的 我说 呃 然后我们就演给世人和天使看 反正整个过程 呃 大家都很喜乐吧 呃 也没也没有什么太多那个 然后后来就把我们 呃 就把我们带走了 对带走了 呃 还有两位弟兄 加上我 我们三个人 带走了 再去派出所 嗯 然后去了派出所以后呢 呃 他们就 呃 就做笔录嘛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 呃 拒绝回答他们 啊 对 我我每次基本上现在做笔录我都是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我没有任何口功我没有办法我我没有什么可以可以告诉你们的啊所有的问题我都拒绝回答你们啊昨天很好玩的是他们他们就是呃有有几个警察就在那个办案区里面然后他们就他我就我就一直说拒绝回答啊这个问题拒绝回答然后他们后来他们就学我他们说就就那个怪怪生怪气的 拒绝回答就就回答他们就学我然后后来有一个靠着手铐的好像是吸毒的过来然后他们就说来你说给他听然后他们就问他你认识基督吗你认识耶稣吗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玩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也是这么嬉笑他的呃然后他说兵丁是什么我说兵丁就是警察 他说兵丁怎么是警察哦当兵的兵哈哦我说是的当兵的兵兵丁就是警察对我说也是这么嬉笑耶稣的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嘛我说我说他们说你只会说拒绝回答吗我说不我还会告诉你们我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我就就也也就是跟他们讲了福音对讲了福音以后 嗯很感恩由后来就呃呃那个呃呃呃呃呃呃呃基本上就没录嘛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陆陆陆续续的呃呃呃就来看我们也给我们送饭送了很多我们都吃不完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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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都每一个来的都被他们拍了照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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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们登记了也是天国的这个生命册吧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挺喜乐的 但昨天晚上他们后来就是另外两个弟兄呢 就是提前就让他们走了 他们就不让我走 因为可能因为我住在这个片区 另外两个是不在这个片区 所以他们对我可能管控这种压力比较大 对他们就不让我走 就是想把我扣在这里 然后一页嘛扣了一页 然后但是晚上我发现我还是经历了一些 真的是神能典的一些让我看见 我看到就是晚上他们抓了一批 KTV里面的就是陪酒的 就是色情服务那种 男男女女有20多人 然后他们就当时就是有三个 就就拉了三个男的进来就做笔录 已经三点多了 那时候已经晚上夜里三点多了 他们对他们态度就很就很差就很恶劣 其实那些警察对我 就那里面的那些警察 对我态度还没有还没有那么坏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然后他就对他们就很恶劣 然后很可笑的就是他们还是在嘲笑我那种 就他们抓着他问 一个就就三个人一个个的抓 你认识基督吗 你认识耶稣吗 我就觉得后来他就说你应该 你应该给他们讲 应该给他们讲耶稣 我说是的 我说他们确实是需要福音 我说法律是不能改变人心的 人心没有办法靠着法律去改变的 我说他们需要基督的救赎 但是你们也同样 我说每个人都有罪 你们谁敢说自己没有罪 后来又又又拉进来一个女的 就是穿的那种超短裙嘛 就是短袖的衣服 我就觉得他好冷哦 因为昨天晚上我都穿了棉衣嘛 我都觉得他好冷 然后我就把那个棉衣我就把脱下来 我就给他披上 那个那个女孩子挺小的嘛 我说你把衣服披上吧 我说你挺冷的吧 他就很感谢嘛 然后当时那个警察就说你把衣服给他穿了 你自己不冷了 我说 嗯 他穿的太少了嘛 我说我还好吧 我说 他说那他活该嘛 他说 我说你不要这样说 我说我们我们谁没有罪呢 我说他也是年轻也犯过罪 我说我们年轻都犯过罪 谁没有犯过罪呢 你敢说你自己没有罪吗 我说其实你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 我说你没有罪你就去审判他 然后他就笑笑也没说什么 然后昨天晚上 其实我就看到了警察他的两面心了 他他在人多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很可恶的那一面 他就对我们很凶哈 就是也不是说很凶就是那种 好像指高强的那种 然后然后后来昨天其实真正的 他们值班的那些警察 然后我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 你能不能把空调打开 你可不可给你倒杯水 虽然是一些小事情 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 后来我就说他们 我说其实你们也没那么坏 但是你们为什么老爸自己搞的 装的那么坏呢 他们其实也笑好 那昨天很感恩 昨天一个姊妹就刚好去送了一本圣经 这样我就我就刚好读了个约翰福音和那个 《使徒行传》 我就读了 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就读到耶稣基督的那些世界 然后后来再读《使徒行传》 我就觉得那个保罗经历的那些事情 真的是 我说就是我们现在在经历的 其实在历代的使徒 他们都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吧 我特别是对我还有一个分享 就是特别是在我家里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打我的那个警察 他这次已经是第三次打我了 其实我是很恨他 而且他第二次打我儿子 所以我很恨他 但是我真的我经历了 经过那些祷告 我真的是 我当时祷告我就自己就 就真的是被圣灵感动 我就流泪了 然后等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就看着他 我就当时我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整个祷告的过程 是一个从恨 转变到 就是对他产生的一种怜悯 我就看着他 我就 后来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之前看着他 我就是很 我也是恶恨恨的那种眼神看着他 就很恨他 然后我就对他说 我就说 我说前面两次你打我 我很恨你 我就很 我真的是很恨 然后我说 但是这一次 我说你打我 我说 其实我也很恨你 但是呢 现在我发现 其实你们也挺可怜的 我说抑郁症在警察当中 包包率是最高的 我说我知道你们身 你们的那种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求主来怜悯你们 我说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没那么恨你们 没那么恨你们 我说如果之前 因为我恨你 给你造成了一些 就是你心理上的不爽 我说那我向你道歉 我说希望 我真的是能像基督教我的那样 温柔怜悯 温柔谦卑 怜悯 对我就跟他讲这些 然后那手铐是他给我靠的 然后后来他就说 后来走的时候他就说 把他手铐解开吧 他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是觉得下去给别人看到 不好意思呢 还是说 他真的是心里面生出了那一种 就是被良心的谴责 其实我虽然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 他能够说出那句话 我还是挺 心里面还是觉得他可能 还是会有点感触 所以我也相信昨天说的话 其实 当时有20多人 我觉得他们应该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人 我相信神的话真的是 就是一把剑能够刺透剖开 剖开人的心 所以我觉得 其实神让我一次次 经历这种去开索的操练 我最大的收获是 我觉得神就从其中 一点点的把一些东西拿走 比如说 从第一次进派所的恐惧 我也很害怕 我其实我 好像很多人觉得我很刚强 其实我也害怕 就从一开始我就害怕 即使是 即使是到现在他们敲门的时候 对 昨天搞笑的是 他把我下巴打出血了以后 当时他们就喊了一个 不知道是120 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带了个药箱上来 结果贴了一下 做了一下处理 然后他给我量一下血压 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不怕 但他给我量血压 他说你心里有点快 他说 哎呦 原来我心里还是有点快 其实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惧怕的 他就告诉我 其实我觉得神很幽默 神就告诉我 你以为你不怕吗 你就是怕 你的心力都快了 对 所以 一次次的这种经历 神就真的是把我心中的那些恐惧 一点点的拿走 一点点的拿走 然后呢 我面对他们的时候 我最初的那些血气 我也深深的感受到 神就一点点的拿走 一点点的拿走 然后就是我心里面的那种 就是对神的那种恩典的那种渴望 我感觉每一次我现在我就经常会想到 那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让彼得到我这里来 他就要从海上走过去 然后真的海上就是大风大浪 我觉得是啊 我说我们每次从那个你想从海上走 你就是很不平安的吗 但是基督就会给我们平安 但是我们就就要走到水深之处 才能经历那个恩典 所以我现在我有时候我就经常 我就不去逃避那种 能够得到恩典的机会 我觉得很美好的 每一次都能真正的去 经历到神的这种恩典 非常感恩 然后今天早上 我就在那里继续的读经 他们也说你好努力 一直在学习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走廊上 我就在那里唱首一个人 当时他们像菜市场一样 因为昨天晚上就抓到那个二十多个人 还没有审完嘛 早上警察上班以后就开始审 然后警察加上他们人就很多 即使人就在那里走来走去 然后昨天又是有诈骗的吸毒的 那个偷窃的全销的 我就觉得 其实我就真的对他们 产生了一种怜悯心 因为有一个警察从昨天我进去 他在 到今天早上他还在 他上24小时的班 哇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就是这种工作压力确实是很大 非常需要福音 对 好 那我大概就分享这些 好 谢谢你们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代导 我很好 我觉得我很平安很喜乐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就来真的 最后课我们要来真的 我们要把真的基督教告诉你 把真的信仰告诉你 那说啊 你这么说难道 难道说别的都是假的吗 我 我不说别人说的是不是假的 我这是告诉你什么是真的 好吗 什么是真的呢 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了 而且我们是为我们罪人死的 而且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 将来准备悔改 所以主 他就先预备这个恩典 等到你悔改了 然后马上就给你 真的不是 是因为 他就是 爱我们 他应该爱我们 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 就甘心情愿的为我们死 所以他呼召的 这一群要做他门徒的人 要来相信他的人 就是 就是在这个 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约翰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 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福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亲爱的朋友们 和弟兄姊妹 我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 把这个 把这个 悔改这两个字丢掉 就是 神的果尽呢 神的果也丢掉 反正 听到的就是 耶稣说 我爱你们 然后 来吧 信福音吧 信福音 给我个面子 你看我 多不容易的 我从天上到地上来找你 我现在来找你 好不容易把你找到了 来给我个面子跟我走嘛 我都问你死了 来给我个面子嘛 什么事 然后来说 说相信我 然后我就让你上天堂 给你一张票 你想如果 如果真的是这么可怜兮兮的一个耶稣 你还要信他吗 你 如果耶稣真的是这么无能 这么 这么没本事啊 这么 求着你 求着你信 你不信他就 哇他觉得损失太大了 亏的太多了 不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 基督为我们死 完完全全是一个白白的恩典 因此在恩典来呼召我们去相信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一件情况的事情要发生 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 他走的是这样的一个 你看啊 一个完全下降的曲线啊 降到最低 降到最低 他成为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唾弃的 这样的一个囚犯啊 那个谁都看不起他 犹太人看不起他 罗马人看不起他 这都看不起他 他的门徒 跟随他三年之久的门徒也都 逃跑 刺散逃跑 不知道 觉得没有希望 在那样的一种光景当中 基督从死里复活 然后升到至高 今天他在呢 今天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 基督在天上 在天父的右边 为我们当中这些在 在信仰当中挣扎 还不明白 还不知道到底信基督意味着什么的人 他在为我们代求 求主今日 能够使我们当中一些朋友 能够来认识这个 入死的呼召 当基督呼召我们 来跟随他的手 当他呼召我们来悔改 悔改意味着什么 悔改意味着向这个世界去死 悔改意味着我们从前的生活 是完全非法的 是邪恶的 是该死的 我们若不悔改 若不悔改 就没有信心 如果一个人他 他说我信耶稣 但是他的生命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他从前犯罪 他现在还犯罪 他从前自私 他现在还自私 从前做的一些坏事 他现在还在一起做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你十二把酒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 他的信心到目前为止 也是这样的 他说信耶稣是 就是要生命发生一些变化吗 喝酒的不喝了 抽烟的不抽了 就是打老婆的不打了 做小偷都不偷了 就是这些变化吗 是 你说的是 但是也不是 仅仅有这些外在的变化 是完全的 因为你读地子规 一个人读地子规 也可以读到非常感动 如果一个人到了三十岁 或者是一个人是因为犯罪 我在看守所里面 见过很多人 这个读地子规都非常感动 他说这个 以前还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 对父母应该这样子来孝顺 东则温 下则庆 这个父母 父母夫 这个什么 则必应 就是父亲喊你的时候 你要回答 冬天要让他穿的暖暖的 夏天要让他清清凉凉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 就是那你怎么 在看守所里面那些 这个贩毒的 那些小脱东西的 那些这个打架的 那些杀人的 他读地子规也可以读得很感动 他说哇这个 我不知道原来我应该这样生活 就是 基督教的信仰 的核心是基督 是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 不是我们要做成某一个事情 这是前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和朋友们我们来看到 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 我再 再为大家读这两节经文 约翰夏天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幸福 我们在这个七课里面 我们不断的提到福音 不断的提到福音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就提到两次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好消息 但是你要真的要明白好消息 你要先知道 先要知道有一个坏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是什么 就是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罪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 就像马可福音的七章二十 也在这个地方讲的 这个地方说什么 说从人里面发出来 难道他能污秽人 因为从里面就从人心里发出 恶念 苟河 偷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障 淫荡 嫉妒 绑独 骄傲 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人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我们每一个人 从你生下来 甚至圣经说 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 我母亲 我还在我母亲的复证的时候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 我就有了罪 我胜来就是罪人 所以从我们里面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坏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是什么 在马可福音的九章四十三节 这个地方讲到 我们之前读过 这是之前我们读过的 就说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犯罪 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到地狱里 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里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我是不灭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面临的方式 按照我们自己的 本来的生命的本向 每一个人 就该进入到那个地狱里 那个虫是不死的 我是不灭的那个地狱 每一个人该去的地方就是你 而且我们不可能 救自己脱离这 就像上一次 上次我们读到那个 那个 那个少年观 跟耶稣的对话之后 这些门徒就问 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谁能够 救我们脱离这举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们从小 我还在母妇当中 我就有的这个罪呢 谁能救我们呢 我们不能救自己脱离罪 耶稣说 在人是不能 在人是不能 人不能救自己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坏消息之后 所以你再来看 耶稣所宣传的这个神的福音 这一个神国的福音 是什么呢 我们从第一课的时候 就提醒大家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耶稣是谁 就是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我们跟他做的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 我再来问几个问题 跟这个类似的几个问题 一个耶稣为什么而来 耶稣 来就是为我们这些人 福音就是耶稣来呼召罪人 他说我来是招罪人 而不是招义人 福音就是耶稣他舍命 作为赎架来解决我们 罪的问题 我们心的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而死 福音就是耶稣以死 来承担我们应当受的城堡 他舍命做多人的赎架 他开启了世人 回到上帝那里去的道路 罪把我们都拦走了 他打通了这个 罪与上帝之间的拦走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 耶稣为什么复活呢 福音就是耶稣的复活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罪恶 胜过了事件 凡信靠他的人 就必得到赦免 必得到永生 必得到胜过罪和死的能力 上帝为什么可以接纳我们呢 福音就是在人是不能的 但是上帝凡事都能 我们不能赚得上帝的接纳 这是我们不配得的 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们 这是一个礼物 让你把这一切白白的赐给那些 像小孩子一样 谦卑的 依赖的 来跟随耶稣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问你 我不知道现在 有多少人是 是从第一课上到第七课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今天 这样子 我还是先统计一下 想知道一下 今天在我们当中的 有多少 还没有受洗的 慕道的朋友 有多少人是你还没有受洗 你还没有受洗的 是慕道的朋友 就是你还没有 不管你 也许你心里面 你觉得你已经想起了 但是你还没有受洗 有多少人是 你可以举个手吗 你的屏幕上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举手的功能 你可以点举手 我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是 还没有受洗的 感谢主 欢迎你们 特别的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 愿主在今天晚上得到 在得到你们的心 让你们真的 能够明白 谢谢 谢谢你们可以 可以放下来了 可以你再点一下 那个就可以把手放下来 谢谢 我或者我再问一下 就是你们有多少人是 我们当中有人是 从第一课上到第七课的吗 有吗 还是有一些 好谢谢 谢谢你们 你们 我不知道 如果我来 现在来问你这些问题的话 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就是 耶稣是谁 他为何而来 他为什么死 他为什么复活 上帝为什么 可以接纳我们 我愿你们能够明白 有一些弟兄姊妹 信主信了很多年之后 可能 在教会 待了很多年以后 对一些基本的问题 不太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 你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你就 你就绝对不是有信心的 你绝对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说 如果你连这些基本的问题 都不明白的话 那你信的也太糊涂了 就是 你确实需要知道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肯定 那我们这个布道会呢 就是 特别的欢迎你 欢迎你来提出各种的问题 提出各种的问题 就是 我们希望说 在你的这个悔改上 在你能够 你的信靠上 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 能够帮助你一下 能够推你一把 能够把你推到耶稣面前来 就是 你真的能够 真的能够去悔改 悔改是什么意思 悔改就是 从你原来的那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 这个道路上 调转方向 调转方向 不再 像一支箭被射出去一样 你也不知道是谁拉的那支 把你拉动了 然后就把你射出去 然后你就 射向 无尽的虚空 你知道的就是 它直接会掉下来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 谁把你 瞄准的 而且你一看 瞄准的方向好像 好像就是明和力 然后 好像就是自我的欲望 就是我 我个人的价值 就是 就是好像就要实现那个 但是 你常常又感觉 好像自己 有事 连那个都射不中 因此你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了 怀疑 有的时候你 你都搞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活的 是 亲爱的朋友 愿主真的来 调转你生命的方向 使你知道 你不是被你的欲望发动的 你也不是被偶然 然后丢到一个世界上来的 你是上帝造的 上帝要让你来实现 他造你的一个美好的 完美的旨意 这个旨意是什么 即使你信主了 可能你还要继续寻求 即使你认识他 你也需要继续去问他 说 主啊 你既然造了我 你又让我来认识你 救了我 那你要让我做什么呢 我要如何照着你的 那个心一起生活呢 这就是悔改的精髓了 就是从自我中心的 这个生活当中 调转方向 来转向上帝 走向以他为中心的 以他的心意 以他的指令 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这就是 你需要来 悔改 我今天晚上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 看一段的 短的视频 这视频不长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 你一边看这个视频 你一边可以来思考 一边来想 你到底信了没有 你愿意 你愿意来投靠 这一位为你舍命的主吗 你愿意把自己来交给他吗 你愿意 来真正来 进入这一个 入死的呼召吗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待会儿我们 我们会有时间来 来跟大家继续来的交流 我们先来看这个视频 谢谢大家 一 Ca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只看到他的人性 像马可福音里的门徒和耶稣长期相处 却完全看不见他基督神性的一面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门徒从耶稣身上看到什么呢 他们看到一位没受过教育的人 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教导人 他们看到一位能治好绝症的人 而且用一句话就能操控大自然 他握着死人的手就能让他从死里复活 还看到他展现赦罪的权柄 他们见证着许多事情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他们问这到底是谁 但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仍然看不到耶稣一直以来给他们的答案 当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 耶稣对门徒很生气 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 你们的心还是鱼丸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 有耳朵听不见吗 如果亲眼见证着一切 还不能让他们看清耶稣是谁 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还有谁能医治那样的盲目呢 接着 仿佛是要回答这问题 耶稣让一个瞎子重见光明 不过这次医治过程很特别 是唯一一次逐步进行的医治 他们来到博塞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 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 就付了缘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首先 耶稣摸了这位瞎子 他开始能看东西 但还不见全 然后耶稣又摸了他 这回他能把一切都看清了 就像这幅画给人的错觉 这是一个提醒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 其实只是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一个转折点 门徒最终能否看清耶稣是谁呢 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 在路上问门徒说 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突然问了一个很个人的问题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个人的 我们只看到耶稣人性的一面吗 还是也能看到基督神性的一面呢 我们认为耶稣是谁呢 是教师吗 是医生吗 是行神迹的人吗 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 最终彼得看到了 真的吗 耶稣就禁接他们不要告诉人 你看 耶稣知道 门徒的盲目只治好了一半 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份 却还看不到他降世的原因 或是跟从他的意义 所以耶稣马上教导他们 更多关于自己的事 仿佛要改善他们尚未健全的势力 从此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这就是耶稣降世的原因 他来受死 并从死里复活 事实上耶稣说 他必须死 他知道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我这样的罪人 和慈爱的创造主恢复关系 现在来到马可福音的 另一个转折点 彼得已明白了耶稣是谁 但他明白 耶稣为何降世吗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 同样这问题 对我们来说很个人化 我们是否只看到耶稣是谁 他降世的目的呢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重 是多么需要拯救吗 或者像彼得那样 对耶稣的死只是充满恐惧 和厌恶 如果我们像彼得 耶稣会有一些严厉的话 对我们说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 就责备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如果我们体贴人的意思 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毫无意义 悲惨和软弱 但从另一个角度 从体贴神的意思来看 这会是人类历史上 最震撼的一刻 尽管我们只配被审定罪 不配得到任何东西 尽管他没必要拯救任何一个人 但因为他那奇妙的爱 耶稣谦卑自己来到世上 成为人的样式 受难 受死 为了我们这些 一直在背叛他的人 他为罪人受死 承受了我们应受的惩罚 于是我们就能享受 我们受造应有的 与神和好的关系 直到永远 但在门徒可以看清楚一切之前 他们还需要明白一件事 因为看到耶稣是谁还不够 即使也看到他降世的目的 也不够 和门徒一样 我们还需要明白 跟从他的意义 耶稣说 如果我们真的跟从他 我们就会做两件事 我们会舍弃自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探险家沙克尔顿在招募探险人员一同前往南极时 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上面写着 招募危险旅途的参加者 低心 环境寒冷 长时间在黑暗中 不一定能安全回来 若旅途成功 将收获荣誉和认可 耶稣对我们的护照 也包含了类似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 来一同受死 跟从他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也许是人际关系 事业 安逸 如果我们回应耶稣的护照 某些情况下甚至要付上生命代价 但探险家的护照和耶稣的护照 有着天壤之别 分别是 如果我们回应耶稣的护照 终局是不用质疑的 一直以来 在马可福音中 耶稣展示了胜过一切的权柄和能力 罪 疾病 大自然 甚至是死亡 他多次向人显示 他的慈爱 怜悯 恩典 即使是完全破碎 被社会遗弃的人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生命 托付给他 这不是自杀的举动 实际上正好相反 我们来听听耶稣接下来的话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你看 耶稣不仅有最终的权柄 掌控罪 疾病 大自然和死亡 他对我们 也有着最终的权柄 如果我们以为拒绝耶稣能拯救自己 我们最终会失去自己死抓住的一切 如果我们真的想拯救自己的生命 就必须把生命交托给耶稣 亲自探索了马可福音后 我们能做得到是因为我们能相信他 真正跟从基督的人 是清楚看到了跟从他的代价后 仍旧欣然这么做 他知道耶稣是无价的 远超友情 家庭和事业 甚至比生命更加宝贵 和所得到的相比 撇下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紧接着在马可福音第九章 个别门徒亲眼目睹了一件事 再次有力地证明耶稣是值得信靠的 他真的就是他自称的那一位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正如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看到 天父上帝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但他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你们要听他 我们的马可福音探索之旅即将结束 他给我们留下三个问题 你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什么 他只是一个好人 还是基督神的爱子 你从他的死亡看到了什么 只是一个年轻人悲惨的死去 还是一个拯救众人的赎架 最后对于耶稣的呼召 你看到什么呢 是叫你来一同受死 还是你能看到 因为他的受死和复活 他正在呼召你来 一同入死 以获得生命 好的 感谢主 我们看完了这个全部的七课 我们现在回来 我们再来稍微的回顾一下这个短片 这幅画你们看到了两个女人吗 可以你看出来两个人吗 完全没看出来 完全没看出来 我给你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这幅画 就是人女的说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困难就是 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眼睛的没事 所以除了我们眼睛以外 我们什么都不信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幅画怎么看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如果你这样看 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的下巴吗 这是她的脖子是吗 这是她的衣服是吗 这个可以看到 如果你再换个角度看 这是一个老女人 看到吗 然后这是年老的一个妇女的 她的眼睛 然后这个是她的嘴巴 这是她的下巴 你看出来吗 很多时候 连看一幅画我们都 我们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总觉得 我看的最准了 我看人看的可准 我什么事 我都经过我自己理性 我不经过我的理性 怎么能给理性呢 但是我们的理性 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 亲爱的朋友 当然希望说 你的信仰是 是经过你的理性 经过你的理性 你不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一段视频当中 非常有意思 讲到这个 这个瞎子被医治的 这个过程 你看一开始 让他看 一开始 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但是他真的看到了吗 他没有看清楚 是不是 他看到的是 看到的那些人 都像木头 像树一样 是吧 他看到那些木桩桩 他看不清 有的时候我们 看到我们身边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特别热心传福音 我们特别想要把福音传给别人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哎呀 来 能跟你讲吗 真的有一位上帝 你想吗 然后你花了一 八百斤 然后你给他读这个书 那个书 然后你给他读哲学 给他读科学 然后读好多 然后 然后你的朋友 终于相信说 我真的相信 世界上有一位上帝 然后你高兴得不在里 哦 他信主了 你知道吗 这个离他信主 还差得好远 这个 这个完全 完全不能够说 他信主了 这个 这个仅仅是 这个人 从一个无神论者 可能 变成一个 有神论者 那有神论者 你知道 有神论者 这世界上 有神论者 其实挺多的 真正的无神论者 是非常少 那 我们怎么样 真正看清楚 你看他连门徒 这些门徒 跟耶稣 跟得这么紧 然后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然后彼得 请注意啊 彼得 是唯一一个 说出来答案的 是吗 他说对了 他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说对了没有 对了 但是他真的明白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还是不明白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说 别人传福音 也是这样的 然后 然后跟他讲啊 耶稣怎么爱你 然后你 你也没信耶稣 我说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然后你高兴得不了 哦 那是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 我要带你做 截止祷告 然后他就是基督徒了 你说 他还 这中间还要 还有一段路要走 因为这个人 可能真不太明白 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意思 怎么叫就信主了呢 其实他还不明白 就像这个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讲的 门徒的 属灵的 瞎眼 开始 开始 一开始只是 这个 医治了一点点 只是治愈了一部分 他们看出耶稣是基督 看出了耶稣的身份 但是他们还不明白他 为什么 基督为什么要降世 也不明白 基督为什么要去死 也不明白 跟从基督意味着什么 他不明白 然后 耶稣在那个时候 从那时候就开始 第一个告诉他们 不要告诉别人 你们知道了 你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呢 因为告诉别人 别人也不信 你直接 直接 直接去 向全世界 我们即使把所有的 基督徒把所有的电台 全部包下来 所有的电视频段 全部 全部 包下来 然后把所有的报纸 全部包下来 然后只印 只刊登一个消息 就是耶稣是基督 全天24小时播放 那又怎样 人们真的能知道 真的能认识耶稣 就是基督吗 不会的 所以 你要真的知道 跟随耶稣 这一位 天国的君王 他到地上来 为罪人去死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 这里面讲的是吧 两个 这里面讲两句 一个要舍己 deny yourself 舍己的意思 并不完全是中文的 那个意思 就是说 好像放弃自己的利益 中文当舍己的时候 常常谈的是 放弃自己的利益 那这个英文这个翻译 deny yourself 就是舍己的意思是什么 是否定你自己 不再那么自信 不再那么 满满的相信自己 觉得自己的判断 才是对的 我的理性 才是对的 舍己 不再以自己的标准 来判断事情 而是 以上帝的标准 来判断事情 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干什么 朋友们 你们想过吗 我说我们弟兄姊妹 你们有没有想过 耶稣呼召我们 背起十字架干什么 我们一起来有一个 这个十字架的秀吗 就是我们秀一下 你看我们都是背十字架的 我们都有背着一个十字架 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那么 我都没有 有的人你看 我只想戴一个十字架 给你看 我是信基督的 是不是 基督是在十字架 为我死的 我带一个十字架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是吗 那背十字架什么意思 这个古代的时候 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背着十字架 是干什么 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去干什么 去处死 去处死 是不是 马上要钉死他 是不是 他背的那个十字架 就是他要钉死在上面 所以保罗说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我像在这个世界 我是天天准备去死的 你们想把我的饭碗砸了吗 砸了吗 我本来是准备去死的 你们想要把我的这个房子拆了吗 拆了吧 我本来拆了去死的 你们还有什么呢 你们准备 通过一些造谣的手段来 破坏我的民生 说我们这些人是拐卖儿童的 说我们这些人是人贩子吗 说我们这些人是 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的 然后说我们都是搞政治的 然后这样子 然后其他人就怕怕的 就看到我们就好害怕 好害怕 你看这些人都是共产党要抓的 是不是 你想你是什么人 共产党为什么要抓你呢 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 你们教会肯定有问题啊 我没有听说 我都没有听说信耶稣 我们在信耶稣的人可多了 怎么就他们就没被抓 就你们老是要被抓呢 那为什么别人不打 要打你呢 你肯定有问题 是不是 你肯定有问题 你要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老打你 要打你呢 你会这么想 我想很多人都是在想 你说 怎么就是你们教会 要受逼迫呢 我们就会 我们这好多聚会的 好好的 没说逼迫 你会不会这么想 当然 亲爱的朋友们 耶稣说 如果你要跟随他 你要来信主的话 你不要信一个假假的 什么叫假假的呢 你如果信的那个耶稣 是包治百病 所有的你的婚姻的问题 亲子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这个身体的问题 什么问题 都交给他 他都帮你理得顺顺的 他是一个超级管家 特别能干 你想要什么 你就跟他说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这个钱 然后他就给你钱 你说 我需要 我需要这个能力 他就给你能力 你想要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如果 如果你是 你是这么想的话 那你 你信的不是耶稣 不能说 你信的不是耶稣 你可能信的是一个别的 虽然你把他名字 也把他叫做耶稣 但是实际上你不是 你是自己想象了一个耶稣 想象了一个能干的 大力水手 一个特别厉害的 007 或者是一个什么 盖世英雄 反正是一个超级的 一个 了不得的 反正一种有力量的 一种存在 你相信是那样一种 但是 圣经教我们来 相信和跟随的 是那一位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 而且他跟我们说 你如果要救自己的性命的话 你就死定了 你想要自己保存自己的性命的话 你就死定了 你就没得救 如果你 为着福音的缘故 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一位主的话 愿意去死的话 你就活了 你就活了 所以基督的跟从者是什么人呢 基督真正的跟从者是那些知道跟从他 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但是依然欢喜的跟从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是最有价值的 你想一下 假设咱们都是一帮小孩 假设你十来岁 你初中 然后你在这个学校里面 你说有一帮人很吃得开 然后小孩子都选择自己跟随的人的吗 跟那个老大 他就罩着你 谁要揍你 那他就替你出头 如果你真的跟了一个老大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你你你你嘚嗦的很呢 是不是 你真的跟了一个老大 你觉得他真的有本事 你会怎么样 你会藏着谁都不告诉他 我绝对不 我打死都不会交代 谁谁打我 我都不会告诉他说 我我信 我跟的是这个人 我恐怕这个人还没有人来打你 你到处说 我跟了谁 我跟了那个谁 你们可不要欺负我 你欺负我的话 你们你们可麻烦了 你会这样 这是小孩子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在活在咱们一百多年前吧 还有皇帝的时候 假设你是活在一百多年前 还有皇帝的时候 在那个世界里 你是 然后如果你是皇帝的儿子 你会怎么样 你会说我我肯定 这个我我老老实实在在那种田 我谁都不告诉 我是皇帝的儿子 我怎么能告诉人呢 是吧 那我就好好的种田 是吧 好好的在那里 这个 这个 我老 老婆孩子热炕头 我们就这么这么过 是不是 我看到 这个 老板稍微得一件 是因为我 我这个网络不太通畅吗 我看到这个 好像是 你们你们听得到我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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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听得到 好的 好的 听得到 好的 好的 那我刚才看到了 老师有一些 这个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回来再说 如果你真的知道 耶稣是谁 你又跟了他 你又是跟从他的 你会怎么样 我想今天 前面这个 海州弟兄的分享啊 和后面这个 树穷姊妹的见证 都很 都很清楚的 向我们说明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知道 耶稣是谁 你又跟随了他 你会怎么样 生活 你会怎么样 活在 这个世界上 一群 自以为 有权力 自以为 有能力 自以为 有本事 有财富 有道德 有学问 自以为 有的人 他觉得 你没有 觉得你是可怜的人 你如何的 活在他面前 那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问题 对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你如何在 其实在中国做基督徒 是蛮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今天的中国做基督徒 你有很大的概率 会成为一个真基督徒 因为你如果不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话 就会有人来问你 就不说别人 咱们就不说派出所啊 什么的 把你这个 爆摔摔在地上啊 然后把你那个跳起来啊 把你什么关在那里 关一页 不让你回家啊 咱们就不说这些了啊 咱们仅仅说一下 你就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 被人问 你就问的已经心虚了 问的你都不敢说 人人问你说 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你自己回到了三次以后 你都觉得很虚了是吧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信耶稣好像没什么好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挨打挨骂 然后被憋怨 然后这个这个好像 好像搞不好 他抓去坐牢 连老婆孩子跟着要倒霉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 中国人最喜欢问这个问题了 是吧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 你信耶稣谁嘛 你信耶稣有什么本事 其实这个世界不断的在 向我们问这个问题 你要说问三个问题 你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你信的耶稣他到底是谁 像刚才那个修行姊妹分享的 这些警察对其他的被抓的 这些嫌疑人开玩笑 你认识耶稣吗 你认识基督吗 你认识耶稣吗 你认识基督吗 他到底是谁 他做了什么 然后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说你信了他 那你准备 你准备怎么 怎么生活 是吗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在今天是最后一课 今天这个探索基督教 最后一课 我们就是这个小的探索 这个课程 就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那我想今天呢 就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提问 我不保证能够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来 一起来继续的探索 还有一点点时间 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探索 来看信仰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信 为什么不信 好 我就 从前面往后面来回应问题 好吗 如果你中间有人想要直接提问的话 也可以的 也可以直接提问 我看 有没有 从上面最早的时候 你看 有一个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 我信主四年 因为找到适合的教会 还没有收起 你愿意来成都吗 如果你愿意来成都的话 来我们教会吧 欢迎你 但是你知道 这个不容易对吗 对 信主是不容易 在世界上是不容易 但是挺好的 真信主 你就真喜乐 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 其他教会 我欢迎你来成都 那在成都 在成都 你们现在都成这样了 你还要鼓励人在成都 那你是不是 不太好 我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教会大部分人 都是从外里搬来的 我们在 你们也没有发现 我们教会大部分人 这次做见证的几位 连着几个晚上 做见证的几位 基本上都是从外里搬过来的 是不是 这个 基本上 我们教会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从外里搬来 为什么搬过来呢 是为了教会的缘故 我们就在找一个 找一个真的信福音的教会 就是在信仰上来真的教会 我们就要找到一群 在信仰上来真的人 我们就真的走天路 耶稣说 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你来真的吧 所以这个教会 大概聚集了一批 愿意来真的人 当然我不是说 我们有什么好 我也说了不得 其实来真的人 其实也都是软弱的 就是害怕的 也都是小心的 也都是不怎么样的 信仰上其实也都不怎么样 我们跟老婆也会吵架 我们对孩子有时候 也没有耐心 警察来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还是有恨 我们不是说 满满的都是爱 打了左脸 我马上给右脸给他 然后耶稣爱你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对他的怜悯 马上就知道他特别爱 不是的 其实心里还是会有恨 但是主有的时候会改变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可怜 我们就会怜悯的 那我想如果说 因为我们当中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在寻找信仰 在找一个合适的教会 其实为一个教会来搬家 是合适是值得的 你想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我不一定说 你要来我们教会 你旁边 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里只有三次的教会 根本就没有什么 在信仰上认真的人 然后你就看不到什么在那里 那就搬家嘛 那为什么不搬家呢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里 你在那里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呢 你想 如果你在那里的生活 比进天国都要重要 比得永生都要重要 比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都重要 那我想你的你的信可能 还有一个过程吧 可能 所以这是这是这个 这个朋友 特别的 来继续的寻找 印象长老 印象长老感谢主 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耶和华神 吩咐始祖亚当说 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 请问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树的果子呢 如果是的话 你能不能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叫 现在世界上的这个 这个善恶树的果子 我们现在世界上 给它命名是叫什么果子呢 我那个时候 我2012年啊 那时候刚到 修语之福教会的时候 王一牧师 就是在正道当中 打了一个比喻啊 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呢 还很小啊 然后他就讲 他说 那孩子大概一两岁的时候啊 他说 他跟他儿子讲啊 这个家里面的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碰 都可以摸 但是呢 那个插座啊 知道吗 那个绝对不能摸 那摸会死的 然后呢 他就 这个完了 跟他说完了之后啊 他就后来就观察 他发现他的孩子 只要一看到 爸爸没有看他 马上什么东西都不想摸 蹭蹭蹭蹭 就专门下去 往那个插座那里爬过去 你知道那个 那个分别善药树的果子 是什么吗 它是什么都不重要 它是橘子 是苹果 是芒果 是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帝说 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吃的日子必死 上帝将这一棵树分别出来 这一棵树是什么 这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 为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呢 因为 因为 如果你相信上帝是善的 你愿意听他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你明白吗 这个树你就碰 这个树 这个果子你就不要去吃 如果你觉得 上帝说的这个话 不一定是真的 我看到那个果子 没有什么问题 对吗 它跟旁边的其他的果子都一样 它没有闪着一种奇怪的光 它好像颜色也很好看 看起来 估计吃起来也不错 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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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面可能有无数个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凭什么呢 然后 亚当和夏娃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问了很多个为什么 然后又被魔鬼欺骗了之后 魔鬼告诉他们说 没关系 那个上帝其实不是 不是这个 你们吃了不会死的 你上帝是怕你们吃了以后 变得跟上帝一样聪明 就可以自己来 来分别善恶了 然后 亚当和夏娃就被骗了 你明白吗 那棵树 那棵树是什么果子 一点都不重要 也没人知道 如果有人说他知道 那是骗你的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知道 那棵树是什么树 那很多人都说那是苹果树 那都是猜的 那都是不说的 我告诉你 就是猜的 我告诉你 中国的橘子比较多 我告诉你 那棵树 那棵树 那又怎么样 橘子树 上帝说不能吃 就是不能吃 不是因为那个水果比较特别 吃了会怎么样 眼睛一吃了之后 眼睛又亮了 然后的话就特别厉害 不是的 是你吃了之后 你就犯罪了 犯什么罪 不听话 你明白吗 就是小孩子说不听话 你不听话 不听上帝的话 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后果很严重 不听上帝的话 你知道吗 后果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 从此以后 所有的人类 就落到罪当中 什么叫罪 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 不以上帝的事为事 不以上帝的善为善 而自己立法 自己制定善恶是非的标准 我自己可以判断 这就是犯罪的开始 好吗 这个问题就是 谢谢 对 好 然后有人说 好 有一个朋友说 我是木道友 感恩感动于历史上 很多基督徒的付出 也听说过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 有一道天线 只能用信仰求度 无法用理性和逻辑论证 说得很好 真的 说得真好 也许是因为自己读经太少 信主好了 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以前的人 都没有经可读的 我们今天的人太幸福了 以前你看没有 没有这个古登堡 这个印刷术的 这个这个 这个突进之前 其实以前 能够有圣经的人 是非常非常少 一般人是没有圣经的 其实有也读不懂 以前受教育的人 是非常少的 能够读字 能够读 能够读的 你就是听这个 其实福音很清楚了 福音很明白 福音没有那么复杂 福音就是你是个罪人 罪的结果就是要死 而且是进入永死 是地狱 那耶稣现在为你死了 他担当了你的罪 他把你救了 你信靠他 信靠他 过一种 耶稣 你去过的那一种 那种 那种生活 而不是那种 自我中心的 这个 充满的 自己的骄傲和欲望的 那种生活 然后你 你像耶稣一样 生活 就这样 就像耶稣 在地上生活一样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什么生活呢 那就是一种 完全的把自己 交在上帝的手上 然后信靠上帝 跟随上帝的指示 然后去爱上帝 然后也爱人 爱人如己的 就是这种生活 其实说起来 说起来好简单 是吧 说起来好简单 就是信起来好难 是 信出好难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读经太少 是因为我们里头的 骄傲好大 我们总觉得 其实我说 我骄傲好大的时候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 其实我们 我想我自己的骄傲 是害了我很多年 直到现在 我依然深受其害 我发现我就是 太多的时候 都是想要依靠自己 太多的时候 是没有信心的 太多的时候 是落在这种犯罪的 这种可怜的光景当中 犯了罪之后 就自己责备自己 也觉得自己好糟糕 然后对自己很非常失望 然后又觉得 你这样的人怎么能配 你怎么配信主呢 你怎么配服侍上帝呢 你就是一套 你这样的人 活着还不如死吧 就是 然后自己责备自己 但是那个也是魔鬼的谎言 因为是的 我们都不配 但是上帝他爱我们 他就是要救我们这些 不配的人 好奇怪 是吧 这个恩典是跟我们的理性相反的 我们没有价值 他偏要救我们 你救我们干什么 救了之后 然后又好像又不放过我们 我们犯了罪之后 心里又不平安 然后你就不能让我们自己 过得自在一点吗 不 不能 不能让你自在一点 因为你自在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自在了 你自在的时候 你想干什么 你除了想犯罪以外 你还想干什么 你不会想干什么 好事 所以若非主的恩典拖住你 人总是则是倾向你反对 是这个恩典 把你的生命扭转了 使得你在一些抉择的时候 做决定的时候 你就 你就开始 开始转移 从前的那个脑洞模式 如果没有恩典进来的 你每天都会是 不管你 不管这个人多么高尚 多么了不起 包括他 也不管他信主多少年 这人都是会倾向犯罪 好吧 面主真的是保守你 让你看到他的恩典 让你真的是 眼睛能够打开 看见 你看见了之后 你就 你就不一样了 好 刚才有一位朋友举手 你可以 可以直接说 好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 刚才那个 可能是有一位 我来了 我来了 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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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创世纪里边的 那个 创世纪里边那个 根影和亚伯第四章 第四章 根影和亚伯 就是到了第四章的第十四节 你如果赶我离开这地 一致不见你面 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犯遇见我的 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 犯杀该隐的 必刀爆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 另一个记号面的人 遇见他 就杀他 于是该隐 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 挪得之地 那么这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杀该隐的是谁 就是说 如果亚当和夏娃 只是上帝造了这两个人 那就是杀该隐的是谁 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 非常好回答 你知道亚当和夏娃 生了多少孩子吗 亚当和夏娃 可能生了几百个孩子 就他们两个 他们活了 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岁 是不是 圣经上告诉你 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 他后来 你如果往后看的话 这四章的 二十 二十五节这个地方 他生了赛特 是吗 代替了亚 我被他了 做他了之后 然后在第五章 这个地方讲到说 五章的第四节 亚当生赛特以后 又再世八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你看到吗 就说 那亚当和夏娃 生了很多的儿子和女儿 这些儿子和女儿 然后相互结合 组成很多的家庭 那么该隐 该隐取的 那么就是他妹妹 要是从我们 我从我们人的意思来讲 那就是他妹妹 那以前这个 在这个时候 并没有所谓 尽情不能结婚的 这个禁忌 律法是什么时候 颁布的呢 律法是 在摩西的时候颁布的 当然 不是说在摩西 以前 人 这个 随意娶多少个老婆 然后随意娶 做老婆 都是可以的 都不是犯罪 不是的 所以上帝之前 也 也有告诉 人怎么样 做是更好的 就比如说 多妻制 从一开始 就是不好 但这个 这个话更多 我就先不谈 所以简而言之 那 早年的这些人 我们人类的元祖 都是活几百年 八九百年 他们在世上 生很多的孩子 如果你会算术的话 那我说 我说你会一种 比较 这个会算的话 其实这个题目 不容易 你可以算一下 亚当和夏娃 假设他 因为他生下来 他被造出来 他就是成年人 他就可以具备生育的能力 他们就可以生孩子 所以也就是说 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九百三十年 他不是从零岁开始的 他是从成熟的时候开始的 也就是说 你就假设他有八百年 是在生孩子 八百年生孩子 你就算一个算术 你知道那个是很可怕的 一个几何级的增长的速度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当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的时候 那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那是一个很 其实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 如果按照上帝的指令的话 其实人是很快就可以变满地面的 你明白吗 就是说他生孩子 孩子生孩子 你看他二的这个几四方 二的四四方就是 二的四四方就是十六了 二的八四方就是 就是二百五十六了 你知道这个八年之后 或者说八十年之后 到亚当八十岁的时候 可能地上已经很多人 那已经很多人了 你可以想象吗 所以我这个就不展开 就继续说了 就说这个其实你说的那问题 就是比较简单来理解 好吗 谢谢上了 懂了懂了 有人说 想问一下 对于妓女这个职业 圣经是怎么看的 第一 妓女这个职业本身是 上帝所证悟 就是上帝不喜悦 因为这个是淫乱 上帝在这个圣经到处都 都责备这个淫乱 就是淫乱本身是 是上帝所证悟的 但是妓女本身 并不比我们更有罪 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一个妓女 她听到福音以后 她悔改了 她得到的恩典 和你一个 这个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 在性的上面 你一生只嫁了一个男人 然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 你连做这个 这个春梦都没做过 你就是纯洁的 如同一种白莲花一样 就是在这个方面 你们得的恩典是一样的 因为 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 那个妓女的罪并不比我更多 我们真的是 都是一样可怜的罪人 我们都不能救自己 所以两点 第一 妓女这个职业本身是 是神所证悟的 若有人从事这个职业 她应该尽快地离开这个职业 如果有基督徒 她信了主 她应该真的是远离这个行业 你不要去做这个 也不要去消费 就是这个是 这是神所证悟的 第二 无论是妓女还是嫖客 都应当回给 或者你也不是妓女 也不是嫖客 我们的罪和妓女嫖客 一样的身 我们都应当回给 好 那个 有一位朋友叫耶稣特战队 这个任务 是的 是的 这样的 我有 今天呢 应该是我们系列的最后一个 我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事情想要分享 我已经信主一年零两个月了 通过这一系列的个程 我有一些 相当于就是结束的回应吧 就是 是这样说的 就是各位 亲爱的听众姐妹 我们今天 所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 世界日益的八比龙化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遍地 满了强暴满了谎言的一个国度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教会 已经没有人敢做先知 去斥责君王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世界 在众人都恐慌的时刻 在这个众人都惊慌所措的时刻 在众人都在 照常的吃喝嫁娶的时刻 我们 是蒙着耶稣基督保血 而得救赎的人 我们不能惊慌是措 我们不能恐慌 好像众人一样 因为我们的主 早在两千年前 就已经 急着他的保血 急着那条通往各个他的苦路 急着他的 一路撒下的保血 急着他的经济冠冕 扎到肉里面的那种疼痛 已经像黑暗势力 熟满了我们 所以各位听众姐妹 我们本是有前途的 我们的前途 在两千年前 就已经预定好了的 我们的前途 是光明和美好的 我们的前途 就是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的前途 就是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 和主耶稣基督 一起做王 一起统治世界 并且一起 一路照新天和新地 所以我们生活在 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应该 用自己沉稳的态度 和自己镇静的行为 来向世人证明 来向这个 已经堕落的世界来证明 我们得救的人 应该有的一个样子 得救的人应该有的一个信心 得救的人应该有的慈爱 圣灵已经将天国的光辉 撒向每一个得救术的人 在这个世人 看不见的光芒当中 这样的一个光芒 它对我们形成了 一个巨大的一个保护 我们生活在地上 我们经历各样的强暴 我们是肯定是会遇到 各样的逼迫 遇到各样的苦难 我们的生活会很艰苦 这个都是 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一旦我们把心 交给了主耶稣之后 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之后 我们的信心是可以 遮盖任何的死亡 我们的信心可以 遮盖任何的恐惧的 因此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思考 这个地上的事情 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在天上 盼望 盼望我们的耶稣基督 因此呢 最后就是我希望 就是如果还有 如果在这里 还有150多位的朋友 或者弟兄姐妹 还有不认识主耶稣 希望你们能够通过 这一系列的课程 今晚能够思考 能够认识主耶稣 能够跟随主耶稣 不要释出官方 不要释出抓住民道 少跟着耶稣 才是唯一的前途 好的 感谢主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相当于一个 对齐节课的一个回应 好的 谢谢长老 感谢主 谢谢你 李弟兄 愿主祝福 感谢主 好 我们 好 我接着再回应点问题 这个可能不是问题 有一位 应该是一位姊妹说的 她说 追求信仰的人 如果只站在门外 怎么能够知道 里面是咋回事呢 是的 对 没法知道 所以就来 来 到教会里面来 和基督徒一起吃饭 刚才叔兄姊妹家里面 大家看到 这个 她中午也好多人在家里 今天中午好多人 在家里吃饭 今天晚上也好多人 在家里吃饭 对 跟他们 跟你身边的 你附近如果有基督徒 到他家里去吃饭 你说 没有邀请就可以吗 可以 去吧 如果他是基督徒 他会欢迎你的 你说 我到你家里来吃饭 你欢迎我吗 我想他会欢迎你 欢迎你 到他家去吃饭 然后看他怎么 怎么跟 自己的 妻子 儿女 交流 沟通 你跟他讲 转来跟我说说 你们是怎么信主的吗 怎么上帝就抓住了你们呢 怎么就选了你们 你们和我说说 你的故事吧 去让他们分享 然后去教会 实际上 在你的附近 肯定有教会 去教会 去看 教会在这种 风声鹤唳当中 在这种遍地 已经万马其鹰的 这个世代 看基督徒怎么生活 你说我看了以后 我看是看了 看了很失望 对人失望 是很正常的 你看主怎么 在这一群卑微的 不配的人身上 来彰显他的恩典 多看一阵子 不要看了两眼就跑了 看两眼 我觉得 好像有些钉子 来到旧雨就会 也有好多人是跑了的 不是说大家都 哇都是这个 往到这里 都感动得不到 脸都觉得特别好 不是的 其实 18年之前 就有好多人 来了就跑了 来了以后 就发现这个教会 跟我自己想的不一样 这教会 有人说 怎么这个教会 还唱小敏的歌呢 不归正 我不喜欢 走了 有人说 这个教会 怎么 主日聚会完了之后 中午没有爱夜呢 我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好 不是一个好教会 我说 我的教会 怎么没有一对一的 这种门徒的训练呢 我来了教会以后 都没有人 一直跟进我 一直来关心和爱我 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好 就走了 有耐心一点 多待几年 看一看 不要老看人 看看上帝怎么在 不配的人身上 来彰显他的能力 你看看那些 你从前看到 觉得他不像基督徒的人 怎么有一些人 慢慢的变成像基督徒了 其实人心都有感称 你心里面也会觉得 有些人不像基督徒 简直不像话 基督徒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也 简直不相信 但是多看一阵子 你看着 你看着 基督徒也吵架 是不是 夫妻也吵架 还要离婚 再看再看 过两年发现 还没有离婚 好奇怪 如果放在世界上 早离婚了 这种状况 还不离婚 怎么可能呢 再看 多看两年 我发现 他们居然好了 好得不得了 怎么回事呢 他生了好多小孩 你觉得好奇怪 怎么回事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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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为这不是人做的 上帝在 这个不配的 卑微的人生上 要显出他的作品 所以要多看 好吧 这个鼓励 我们当中 如果还没有 有人还没有去教会 赶紧去教会 如果你还不认识一个 基督徒 你一定要认识他 一定要抓住一个基督徒 逮住他 在他身上 一定要 你甚至要揍他 要敲诈他 要把耶稣敲诈出来 要揍他 把耶稣揍出来 就是说 要揍到他 最后 最后 这个一定是受不了 一定要把耶稣 到底有什么好 真的告诉你 不然的话 你就不放过他 一定要揪住 好吧 然后 有人说 重生得救 是一次的 还是持续的 这些神学问题 其实 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话 这个事情 真的对你来说 你不需要太多去琢磨 你要重生得救 如果一个人 真的重生得救 永远 永远 在神的国里 无人能够夺取他的救恩 耶稣说 如果是我的眼 没有人能够将他夺取 天父赐给我的 一个都不失落 到末日 我都要叫他复活 所以 你知道 如果有人真的重生了 真的得救了 他永远都不会失落 不管他 中间走了多少弯路 显得多么糟糕 主一定会把我带回来 好 接着 有一位姊妹说 也想搬到成都 欢迎你来 欢迎我们一起来 来这个进派出所 一起这个 一起 一起被打 一起这个 被冷风吹 昨天 树雄姊妹 和另外两位弟兄 被带到派出所 另外两位弟兄 是晚上一点半 一点半左右放的 然后 树雄姊妹是今天 今天中午 11点多 快12点的时候 11点多放的 昨天晚上 刚才树雄姊妹也分享 我们有好多 有20多位吧 弟兄姊妹 到派出所里面去看他 你知道去看他是不容易的 首先你进派出所后 人家吼你的嘛 要骂你的嘛 然后要登记你身份证的嘛 然后要给你拍照 手机给你拍照 你心里不发毛吗 你不害怕吗 你不怕他报复你吗 怕吗 但是有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 我就愿意去 愿意在那里 我不知道 你那边的教会会不会这么做 有的时候派出所就很恼火 他们说把我们这个 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这个行为 他说这叫围攻派出所 你说这个是围攻的话 那确实我们很愿意去围攻一些派出所 但实际上你知道我们从来不会 不会以任何的暴力 以任何的这个 非法的方式 去扰浪公共次序啊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弟兄姊妹就是安安静静的 顺服的 在这里 一起 有一个肢体受苦 我们众人就跟他一起受苦 若他在主里面得荣耀 我们就跟他一起得荣耀 所以如果你愿意帮他沉住来 欢迎你 当然你 我想你也最好不要帮他沉住来 你在那里就应当有一些 跟你一起来走天路的弟兄姊妹 在那里好好的信耶稣 认真的信耶稣 真正的背十字架 真正的为何能做见证 不然的话 如果这些认真的人都走了 那那地方的教会不会就更加荒凉了吗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肢体 你在那里 为主作严作光 是好的 如果不是 不是倒不得已 不要搬家 那也是好的 那如果主感动你 你要 你要搬到程度来 跟我们一起来 经历这个 这个 更直接的 这个 这种试炼 更 更直接的得恩典的机会 欢迎你来 好 有一位旷野牧人 这个 是朋友 你是要说话吗 那个 林强老师 请说 不方便说是哪个地方 哪个教会 就是这个教会 据我了解了 就是说 教会联系我 师母 曾经被抓去 去谈话干什么 后来呢 跟统战部官方 有一个妥协 就是他 去牧师的这个职份 然后呢 去 从就业 去做生意了 教会的理由 是说是 为保护教会 也就是说是 他离开的话 就是说 教会可以保护 我 我 我跟教会 丘宇 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就说 多多少少 这个教会呢 有一点逃避苦难的一个 这个 便宜啊 所以呢 我不知道 你英勤老师 你对这件事情 是怎么看的 我想 对 人都是软弱的 我想 牧者也是软弱的 也都是软弱的人 他也并不是 特殊材料造的 所以 在那种威胁的时候 或者是 威胁加上 这个 试探诱惑的时候 人很难做出 真正 好的选择 很难的 那 所以 你知道在 1955年之后 这个 中国家庭教会 大受逼迫 那个时候 90%的 传道人 牧师长老 这是被盗的 出卖教会的 否认信仰的 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非常悲哀的事情 当然我们 从这个里面 我们也更加看到 说 真的我们 我们 信主多少年 然后在教会里 做到什么 做到什么服饰 有什么职份 真的不是最要紧的 耶稣说 你们不要因为鬼 服了你们而关系 要因着你们的铭记 在天上而关系 最紧要的事情是什么 耶稣说 你们 若在人前 认我 我在天父 面前也认你 若在人前不认我 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 到末日的时候 有人到主面前来说 说我们不是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习义 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做了好多好多 这样这样那样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你这个恶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无论是传道人也好 还是我们 我们平信徒的弟兄姊妹也好 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 没有任何可夸口的 并不是 成都秋雨之福教会 有什么 秋雨深约教会 有什么了不得 就是我们这里有 有怎么 怎么这么刚强的人 不是的 这里的弟兄姊妹和 所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 都是软弱的 蒙恩的罪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那这里面就是 常常需要分辨 魔鬼的诡计 魔鬼 我跟你这么说吧 其实我 我当然 直接受到过警察的这种 这种暗示 如果你不 不到成都的话 你没事 而且你们教会 也可能会更好 你明白吗 就是 所以确实 他不只是跟我这么说 他跟你们教会的很多 同工和定用子 也这么说 那本来你们教会 这个我不一定要继续的逼迫 就是因为林强 对吧 他继续要走王爷的那个路 他继续要怎么样 然后你们教会就是要搞政治 人家会就是要跟政府对着干 所以我们 我们就要继续搞你们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听到都会心里打火 那就是说 那到底是 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是不是印象不来的话 反而更好一点 那我会不会在里面 会不会难过呢 我当然会难过 我想 那我要是不在这个教会服侍的话 也许弟兄姊妹 也许书兄姊妹 就不被打了 是吧 这教会就 对吧 那弟兄姊妹就能过点安静日子 是不是 那我不能上他的当 不是这样的 这是谎言 不是 这当然不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是 如果我是真的爱教会 我真的是爱主的话 我爱主到平静的话 我绝对不可能是 以离开教会的方式 来保护教会 不是这样的 我当然也不需要 通过我妥协信仰的方式 来保护教会 这个上面 中国教会的历史上 有很多的惨重的教会 有很多教练教会的一些 这个老前辈 非常敬虔的 非常 非常 非常真的是 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些 前辈 他们因为要保护教会的缘故 然后妥协 最后后来 真的落到很 很大的软弱 很大的这个荒凉里头 这个历史上很多的例子 我就不觉得 所以我想 这个 我们 就 就 就真的是要 一个方面 就说要 要 中国教练教会时 对 就是那个 甲育鸣 最显明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神学家 甲育鸣 对 祷告都没有 对 完全 连祷告 也就是说 他软弱的地步 长期都不祷告了 这是很 感谢主 是的 感谢主 好 有一位 有一位朋友说 请问长老 我前段时间 在学习性别平等方面的课程 了解了一些 父权主义 男性霸权的历史 在学习和认识 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 我不时感到疑惑 圣经经文 常见指导女人顺服男人 这是否与女人应当拥有的 平等人权与矛盾 如果你诚实地看历史的话 也知道女人能够跟男人平等 根本的动力 原因和历史的 历史上的这个进程 是怎么来的 你会看到 在3000年前 那个时候 3000年前的古代 妇女几乎在全世界都是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 在那个时候 圣经怎么看待妇女 在2000年前 在2000年前 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普遍的妇女也是 也都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你看圣经怎么 怎么看女人 所以你知道就是 为什么当基督教 开始在一个地方 被人真正地来 信 跟从基督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地方的文化 会发生改变 那对妇女的歧视 对妇女的这种 认为妇女第一等的 这种看法 就会被改变 但是圣经上讲 说女人应当顺服 自己的丈夫 或者在公共的意义上讲 女人好像 不被赞成去担任一些 这种特别的这种 比如说国家的领导的这种职位 从圣经上看来 好像是这么说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前面一点 非常简单 在教会 在家庭里头 男人应当做头 这个是从创造的次序上来讲 而且从犯罪的这个角度来看 保罗说 那也是女人先犯罪 然后 所以从创造 男人先造出来 女人后造出来 从犯罪的次序上讲 女人先犯罪 然后让男人犯罪 从这个上帝造 两性的不同来讲 那女性从生理上 普遍是比男性更加柔弱的 不是更加软弱 不是更加柔弱的 需要被保护的 那更加感性的 更加不太倾向于是理性的 那这个这是上帝造人的不同 两个性别本来的 本来的不同 那所以在 在教会当中 在家庭当中 圣经都是明确的吩咐 丈夫应该做头 然后 姊妹也不应当在教会当中 寻求这种 教导和带领者的这个位置 除非说 在特殊的时期 上帝兴起 男人都死光了 男人没有一个 这个 愿意被主使用的 那主要是 有的时候 上帝使用 行了一件新事 行了一件歧视 就是女子互为男子 但在历史上 也是常常有的 但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 那并不是说 男女的平等 并不是指导说 在家庭里头 女人也可以做头 在教会里面 女人也可以做牧师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的 那简单来说 但这个并不是说 女人在人格上 在这个 在上帝的这个 爱里面 恩典里面 跟男性有什么不一样 那上帝爱亚当 也爱夏娃 上帝爱男人 也爱女人 男人和女人 都是上帝造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 当然是平等 当然是平等 那真正的平权是什么 真正的平权就是 发挥出上帝造我们 两个不同的性别的 那个 那个功用 发挥出来 而不是说 像圣经里面 所斥责的那一种 逆性 你说 你是女人 你非要像男人一样 男人非要像女人一样 或者说 最后 去性别化 拿不拿 女不女 这都是圣经 所斥责和证悟的 但我们 我们基督徒 并不是说 好像歧视妇女 觉得妇女是低等的 妇女 甚至你可以看到 在家庭里面 当 妻子说 当圣经说 妻子应当顺服丈夫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 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你知道帮助者 你能够帮助另外一个人 常常是你 你是很聪明的 你是很有能力的 才能帮助别人 不然还能帮助别人 除了 除了帮盗忙 你还能帮助什么 是吧 那你看到 确实上帝造女人 常常是 我认识很多朋友 都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妻子就比我聪明得多 别人都不知道 但我知道 很多牧者的妻子 很多长老的妻子 都是非常聪明 非常敬虔 也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 只是在默默地 在家里面 服侍自己的家庭 服侍自己的丈夫 因为这是 这是主给的 非常荣美的 这种服饰 好 我简单回应这么多 好吗 然后 我看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回应到的 长老 再向你讨教一个事情 我老是受这个 我老是受这个 中国某某党的影响 他们讲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像基督教是精神鸦片 我可不可以去找你呢 找你这个尽可能多的 跟你在一起 这个一起工作呀 生活呀 然后学习呀 然后从你那边 得到一件这个 耶稣的生命呢 显然不能 你从我这里 怎么能得到 耶稣的生命 你就直接找耶稣就对了 耶稣 你就在你生活的 那个地方 但我不是说 你不能来找我 我不是说你找我没用 你找我 你真正 你真正多了解我以后 你会非常失望 你发现我是一个 又冷酷又自私 又骄傲 然后又这个 又出屁 然后又懒惰 然后又这个 反正一塌糊涂 这样一看之后 我 我妻子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 就是说那很糟糕的一个人 就说一点都不好的一个人 你在我这里 你只会非常失望 但是你需要 你真正需要的是 真的是 你可以读圣经 然后你可以去教会 你可以 你教会是主的教会 是主的教会 任何一个教会 都是主的教会 主在那个当中 要彰显他的权能 而且主的话语是 圣经 圣经是 都是上帝的话 每句话都带着能力的 你好好读经 好好祷告 然后老老实实去教会 上帝会使用这些管道 使用这些方法来 来 然后祝福你 跟你报告 跟你报告一个事情 那个18年 那个王仪牧师的 那个牧者联署 那个第三批 或者第四批 这个深圳 有一个教会 沙井这边一个教会 叫李连敏的牧师 我就问过他 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就闭口不谈 不谈政治 他就出 我感觉到他已经 已经后退了 推到一个安全的 所谓的安全地带去了 我现在还有这生命 还达不到他的 那个教会的程度 现在这个 还老是受这个 这个中国某某党的影响 我就想通过去找你 或者这个 这个就比较坚定一点的了 就不怕被魔鬼打压的了 我告诉你 亲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 李连敏牧师 我是认得的 他是非常好的一位牧者 他的生命比我成熟的多 他信主的时间比我长的多 他服侍主的年限 也比我长的多 他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牧者 他你看看上去 他不谈 好像他不谈政治 他不谈什么 那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到处 天天把政治挂在口上 因为基督徒本来就不是关心政治的 我们为什么要老是要关心政治呢 我们只是说我们不太好 他们说这个从来就没救世主啊 这个基督教是精神鸦片啊 这个对我头脑中 我就是老是琢磨这个基督教 这个是不是这个骗人的啊 这个是不是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人呀 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继续寻求吧 我想主已经写出很多证据出来啊 就是你在深圳的话 深圳有很多很好的教会 李牧师的教会就非常好 你可以那是值得你去好好维生的教会 真的这个牧师我是有交往 我知道他 我也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是非常好的 他们深圳也有好几间 这个跟他是在同一个系统当中的教会 都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去好好维生的 好的 时间关系我们 我看到已经到十点了 然后也 也没有更多的问题要回答了 我们就今天晚上就 就到这里好吗 然后 我请一位 请一位弟兄来 来帮我来做一题 说到祷告好吗 那个 前弟兄你可以吗 我吗 对 好的呀 我其实祷告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很愿意得到操练 对 愿主来保守你 来赐福你 你来为我们这个 特别为我们这些 悟到的朋友 来祷告好吗 这是愿主来带领他们 阿宝天父 感谢赞美你 七字课 在 音响长老和他同工的努力下 圆满的完成了 在这一周当中 在这一周当中 无论是木道友 还是 受洗的基督徒 都满满的得着 那些木道友 听了福音 通过这样的 这样的机会 让他们听到福音 让他们 也能够走进教会 走进基督耶稣 天父 是你的羊 你肯定会拣选他们 愿 这样的机会 我们继续还会有 让我们更多的 更多的朋友 木道友 来 得到天国的福音 让他们得到拯救 借着这样的一个 求以教会的榜样 我们基督徒 也要向 阴强长老 他们学习 向周围 周边的人 向亲人 向朋友 向同事 向陌生人 养养天国的福音 任何一个人得救 天使都会欢呼 这是蒙 父神喜悦的事 我们应该 刚强张胆 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为了荣耀 为了荣耀 荣耀你 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主耶稣 为了圣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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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然后有朋友问到下周 还有没有机会 下周有的 但是我们 下周开始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了 是我们 从下周开始 我们有 有五个不同的系列 穿插进行 一个呢 是变道解惑系列 变道解惑系列 就是我们要来 直接的来谈论一些 这个 可能 在这个信仰上 就是可能有各种 拦阻人信主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科学 是不是跟信仰矛盾呢 然后比如说中世纪 是不是很黑暗啊 你们基督教 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 然后所以不可信啊 圣经是不是可信的呀 等等 这是一个 变道解惑的系列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然后呢 第二个系列呢 是生命见证系列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弟兄姊妹呢 就像我们这段时间 所做的这个 分享一样 但是那个分享 要更细致一点 分享的时间 会更长一点 我们会请一些信主时间 相对长一点的 然后 在生命当中 也被主来摸着 也被主来祝福的一些 被主翻转的一些 弟兄姊妹来分享 他们是怎么样被主抓住 被主改变的 那也会有一些短讲 但是这个叫生命见证系列 这个 我们可能会在婚姻家庭 在工作 在各方面来 来见证主是怎么样来 来得到和改变我们 这是第二个系列 然后第三个系列呢 是基督信仰于这个道德的系列 或者基督教能力的系列 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的行事为人 就是一些关于婚姻啊 关于工作啊 关于这个 做胎啊 关于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可能有 是基督徒 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生活的样式 跟世界不一样的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一个系列 然后第四个系列呢 是有一个叫阴性读书的系列 是我们 帮助我们来进入到信仰当中 然后来认识基督教信仰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读一些书啊 我们一起来读书 通过读书来 更深的认识这个信仰 这是读书的一个系列 然后还有一个系列呢 就是叫对谈的系列 我们会邀请一些 不同的人 就是不是一个人讲 有点像枪枪三人形 就是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来对谈 来这个对话 在这个谈话当中来 来更深的来 呈现这个信仰的议题 那我们就一系列穿插进行 每个周五的这个房间号是不变的 房间号密码不变的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 是不会停的 就是有些特殊原因 如果这个日子刚好撞上了 另外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日期 可能会暂停 一般情况下 都是会正常的这个会友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 七点半开始 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和木道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继续来参加 哦